今年在创作武术节目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这样一幅壁画 它现在是在少林寺的白衣殿上 我们就发现这幅壁画里面的僧人 他们的状态非常的鲜活 这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是 一个现代的武术的爱好者 走进壁画当中 然后和壁画当中的武僧 产生一系列对话和互动 来展现我们现在对于传统武术的一种传承和发扬 真正的少林的传统拳术 它所有的动作都是防身 是比较紧的这种 就是45度角 但是为了让动作更好看一点 就会把动作放大一点 会有一点点艺术化妆的表现 它不单单说还原历史 那它要结合舞台的这个效果 我们如何在水缸上展示功夫 如何在竹竿上展示少林功夫 所以说我们把这一段的精华 如何给它抠出来 搬到咱们舞台上 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通过我们服装整体的一个造型 根据国色 不要染得太鲜艳了 就是有一种从壁画里走出来的这种感觉 通过服装体现习武之人的一种精气神 希望能让收看节目的观众 能够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的妈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